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达一个礼拜的讲习当中 学员们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去帮助人认识神 使人得到心灵的福建 开课那一天 课室里面来了一个邋邋塌塌的穷小子 胡子也不刮 还光着脚丫子 一般说来 这个深度造就的训练课程 参加的成员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 有社会地位 灵命成熟的各个教会的精英 所以大家看到那么个不起眼的人物 实在觉得有点不太寻常 再说那个穷小子好像认不得几个大字 尽管他每堂课都不缺席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指望他能够对别人有多大的帮助 课程结束之后 所有的学员都参加了家庭邪谈中心的实际辅导工作 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那个穷小子在那儿坐冷板凳 那个时候有一位医生他走了进来 需要有人邪谈 别人还来不及插手呢 那个其貌不扬的穷小子 就把医生带进了一间邪谈室里面谈话去了 直到老师有点担心 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等那位医生从邪谈室里出来的时候 直到老师以抱歉的态度 问那位医生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的 医生望着那个穷小子很愉快地回答说 不用了 谢谢你 这位仁兄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 接下来的几天 那位医生又带了几位他的朋友 指明要见那个穷小子 等到实习结束的时候 那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穷小子 靠着他基督徒得胜的生命 为主做了善功 几对夫妇都因为受了他的帮助 而归入了主耶稣的名下 开训时 大家的怀疑和末世 已经截训时的亚裔跟赞美 恰恰成了强烈的对比 主耶稣要用的人 岂能叫他手中所做的成为徒人呢 你说是不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 一样米养百样人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人类世界里 人和人彼此打量的时候 常常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 来衡量对方的内在可能有多少精良 然而圣灵充满内容十足的人 很可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群当中 我们最看不上眼的那一个 除去了外表那些 使我们产生误会的形象因素之外 一个人内心里面有没有永活的基督 才是最后定夺的一个标准 从刚才那个小故事里面 很自然地叫我联想起 使徒保罗的一段经历 很可惜早在保罗的那个时代 照相机电视这些都还没发明呢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凭着一些影像的资料 来判断保罗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在我们教会的教育厅里面 墙壁上挂着一些使徒的画像 当然了 那些画像都是画家凭着想象跟异测 描绘出来的 图画中的保罗浓眉大眼 一把胡须满脸的风霜 我相信画家对保罗这个人形象的塑造 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描述而得来的印象 保罗自从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主的灵向他显现之后 他从口吐凶杀威吓之言的基督徒迫害者 变成了只为主活的忠心使徒 他不辞劳苦 不顾性命之忧地四处传扬福音 为他骨肉之轻灵魂得救大发热心 主后五十一年的时候 保罗来到了希腊半岛南端的繁荣海港 格林多 并且在这个崇拜物质 人欲横流的都市里面建立了教会 但是教会里面的纷争不断 反对他的人气焰高涨 甚至公然地向他做使徒的权柄挑战 为此保罗心里面充满了忧伤 他经常写信给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以智慧的言语教导他们 但是格林多教会的人是怎么看待他的 保罗不是不知道 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 第十节十一节那里 保罗说 有人说保罗写信时既严厉又强硬 他本人却显得懦弱无能 言语粗俗 说这话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在信上所说的话 跟到了你们那里时所要做的是一致的 接着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六节 保罗说 我或许不善辞令 可是在知识上并不比别人差 这一点我在各样事上 随时都向你们表明过了 你看 保罗真是有满腔的爱心 可是却换来了无限的委屈 因为格林多人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之下 真是把保罗给看扁了 他们说他又蠢又粗俗 然而保罗却能耐着性子 对那些背后批判他的人缠明真理 尽管他软弱无能 但是主的恩典却足以复辟他 使他在软弱时变得刚强 今天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 感受到他那种情词恳切的真诚 谁又能否认 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有一次 我陪母亲上市场去买菜 当我们路过一个水果摊的时候 那个小贩叫住了母亲 并且极力地向母亲 推荐新鲜又好吃的橘子 我一看那些橘子 哎呀真是丑死了 皮色不仅不光鲜 而且还带着些斑点跟疤痕 我不太相信那些橘子会味美多汁 可是母亲说 不要光看外表 这种橘子可真是好吃呢 小贩顺手递给我一个包开的橘子 我尝了一下 真的 好好吃啊 俗话说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用斗粮 这话里面所隐含的真理 似乎应用在许多的事物上都说得通呢 有一天 一位同工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不久之前 他的祝堂牧师应邀到外地去了 星期天的主日崇拜 教会从别处请来了一位讲员 他说乍看之下 那位讲员杂乱无章的头发 貌不惊人的长相 开始的时候 他真是把人家看作是香巴佬 但是信息释放了之后 他越听越有精神 到结束时 他满心饱足 并且认为 那是他少数听过之后 依然回味无穷的讲道 原先那凭外表所留下的主观印象 已经了无痕迹了 我想人的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常常害得我们失去了许多 欣赏美好事物的机会 真是太可惜了 您说是不是呢 假使神也是用这样偏思的主观眼光 来看我们的话 真不知道 有几个人是被神看为顺眼 可以领受救恩的呢 好在生命纪第十章十七节 描写神的性情和能力时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祂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智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神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乃是因为他的公义无私 一个人一旦被神的生命充满 自然会承洗到神的性情 无形中 外在的印象 所造成的价值观 会慢慢地失去左右我们抉择的力量 凭着属天的智慧 我们会选择那最甜美的福分 真言十一章第三十节说 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虽然我们长得其貌不扬 但是你愿意想一想一幅动人的画面吗 有一天我们归回天家 在天家的大门口 有人跑上来亲热地迎接你 并且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要不是你的邀请 我今天不可能在这儿 跟你同享天家的美福呢 你说 还有比那更叫人激动和欣慰的事情吗 我叫你做的人于父 的人于父 的人于父 我叫你做的人于父 你若更重复 你若更重复 我叫你做的人于父 你若更重复 我叫你做的人于父 你若更重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